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荣幸 跟大家坐一会儿 另外 我也非常荣幸有焦兄平 焦大姐来 因为 近三十年前 我们俩就在香港谈过电影 也记录了当时我的种种的错误 可能话说的有点孩子气 或者说有点那个胆达妄为的话都有 一点都没有 没有啊 那太好了 之间我们俩又做了很多次对谈 焦大姐是了不起的人物 台湾电影的教父 教母都是她 没有她就没有后来大家熟知的那些台湾电影 当然后来的一些中国的年轻导演 也由这个焦大姐把她们推向国际 这个她还写了很多书 好几十本关于电影的书 今天重点是你不要介绍我了 我们没有重点的 就是您要打断我 我就不说了 您要不打断我 我就一直说下去 这个最新的一本是关于黑泽明的 我今天看了一下 给我长了很多知识 很多事我不了解 那书叫黑泽明 叫黑泽明 黑泽明 叫黑泽明 叫黑泽明 好 她介绍完我 我来说一下 江导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电影界的 真的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宝藏 因为江导不但是我觉得 整个华语当代最好的演员 跟这么多优秀的导演 不同的代合作过 而且留下那么多好看的经典作品 而且作为一个导演也这么精彩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是不是只有六部电影 二十六年我们算的 这么老了已经 二十六年只有六部电影 表示差不多四年多一部电影 贵在金不在多 有的人一年一部 你也不觉得有江导演 留下的作品这么值得珍惜 而且刚刚我在后面看了一下 非常高兴 没有想到观众反应这么强烈 几乎每句话都笑 这个我有点吃惊 因为我以为语言的密度太强了 对白的密度太强了 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看很多遍 才能醒悟过来 好多里面的黑色幽默 但没想到我觉得 这边的观众水准超高 所以什么都听得懂 显然是比较聪明的一群人在这里 我本来想感谢大伙来的 结果焦大姐先说了 的确 所以很高兴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吧 先讲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您这个电影是改自于张北海写的这个《狭隐》 那么显然像我们刚刚说这个观众都能领略的这些黑色幽默 在《狭隐》里头我也看了原主小说 并没有嘛 你要不要 没有嘛 非常少 他写了很多吃的 吃得多 你看的时候都能 我记得王硕有一次跟我说过 他说他那天突然把这书看了 去我家 因为他家离我家很近 他说 我说怎么样 他说哎呀 看着我半夜找吃的 饿得不行 对 他那个食物描述的不得了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优点 当然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爸爸原来就说过 说你 你 你把剧本给改成这样 那你买原作干什么呀 花挺多钱 我说不行啊 我说没有原作我就不敢 不敢随便改 我改什么呀 另外呢 其实所谓改的过程 我不是故意再改 就是我怎么能变成 用我的眼睛来看世界 变成我的眼睛看世界 我才知道怎么拍 因为小说都是别人的眼睛在看世界 所以我就把那个眼睛给挪到我这边来 这就是改变的过程 咱比较一下可以吗 除了吃以外 那个霞颖张北海所描述的 这个他童年记忆的北京 北平 跟您想要在这个作品中间 所提到的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这应该其实张北海跟我一起坐这聊就有意思了 对 因为是这样 我后来就跟这个 我管他叫大哥了 因为他确实 虽然跟我妈妈一个年纪 但是看上去特别年轻 蹦蹦跳跳的了 穿一个球鞋 对 而且那个一身的年轻人的毛病 就是 喝酒 跳舞 你要没有年轻人的毛病 你不会显得年轻的 然后 大家知道他是张爱家的叔叔吗 知道 大家都知道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只能管我叫大哥 我说好叫大哥 然后聊了之后发现 他其实离开北京的时候很小 十三岁好像 他是三六年生的吗 还是三八年 这我不知道 记得是十三岁好像离开北京 反正就是三七年左右吧 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有十三岁 没有 接近十三岁吧 他没那么老 他最早是三六年生 那就是十三吧 你说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后来 因为我记得他知道台湾念初中的 所以 反正早上没多大 好 意思就是说 记忆其实也没多少 然后呢 我的一个同学 帮他找的地图 那个人叫曾丽 是中系的 五美系的同学 他少很多 对 其实他也好多事 他也记不住了 也是有些幻觉和 和一些想象在里边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 你要真是记住 把自己记得死死的东西写出来 其实不一定好 他 有些真 有些假 有些思真思幻的东西记下来 我呢 正好是十岁到北京 一直长到现在 所以我 后来我住的那个院呢 就在电影里边我拍的 这已经不是他小说里的院了 因为我觉得那小说里的院 我有点想象不出来 是什么样 但是那五街 十一号我就知道 因为原来 是六公主府 因为在我 是我家之前 是别人家 是道光的闺女 在那 六公主府 然后后来就 很多人去住过了 传说中 曹雪群也到那儿去 换过 你们查查 有资料 确实去过 这个 我去就比较晚了 我七四年代才去 后来就变成军队的院了 以前那么大的院子 肯定都是住兵的 或者住什么 然后我小时候在那儿 乱跑乱晃的 我也不知道这院有什么 我觉得它就应该这样 后来才发现 是很多不同年代的组合 有清朝的房子 有解放前盖的楼房 有解放以后盖的楼房 还有地下室 假山 然后 再变成军队住的之前 还有原来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银行家 在那里边住 好像最早弄股票 我忘了叫什么 反正那个院有很多传奇 慢慢地 我也像张北海 大哥一样 在四真四幻中 来理解北京 这样一个地方 那小时候我老爷上房玩 所以房顶上的感觉 都是我小时候经过的样子 所以您刚刚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 就是说张北海 《四真四幻》的记忆 对您也是一样 我看到这个作品中间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你不太愿意非常老实 或者是很还原为真实的方法 去讲一个年代或故事 您老是对那个真实的东西 获得回忆 有一点质疑 或者甚至故意要把它扭曲 或者是改变 变成一个创作的状态 这个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您说得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 我记得昨天咱们俩 为了我们第一次在香港见面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之前 什么时候之后 其实也说了半天 其实真实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 存在什么程度 而一个创作 到底是不是为了复原真实 复原所谓的真实 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 我觉得这是电影本身 可以探讨的事 因为顺便 顺旧手就探讨了 因为所有的电影 即使是你拍未来 拍完了也都成过去了 对 我觉得当一个人说过去的时候 本身可能就不是为了 说明我这一定是真实 对 当然因为这连的三个 民国三部曲吧 都不是你经过的年代 但你这个主观的 对那个时代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包括今天大家看的《邪不亚正》 您觉得这个是您对民国的阅读呢 还是为什么有一个创作的欲望 是要用这样的年代连续三部 来谈民国的事 这多少有点凑巧 不是说非要拍三部 也不是当时想好了非要拍民国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想拍北洋了 就北洋 其实跟后来的民国还不一样 就一步之遥为主 对 就是后来民国就是统一了嘛 北洋还是乱一点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是民国粉啊 我从来都觉得未来好于现在 我从来不觉得过去比现在好 只是我先跟大家说清楚 任何地方都这样 连欧洲也是这样 怀旧是一回事 过去到底有没有价值是另外一回事 怀旧容易美化吗 大人 也不太负责任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 我就怀怀旧 那不是我 因为我把 我从来都在民国的里边 有一些挖苦和讽刺在里边 我并不觉得那个时候有什么 有什么值得怀念 我没有怀念它 那么我是觉得那个时候的人 比较容易戏剧化 另外呢 通过上也比较容易 它毕竟都是过去的事嘛 你要写现在很容易就通不过了 反正什么都怪了民国是挺好的 对对对 没什么好人 解放钱嘛 这些孩子就是聪明 怪人 您再接着说 刚才是回答了吗 您讲啊 你那个民国他还没讲完吗 讲完了 您问的是什么来着 就说为什么 因为你为什么 比如说 你怎么样的机缘看到了侠影 为什么你觉得要在你两部 这个子弹飞跟一部之后 决定要拍这个 不是 实际上我最早要拍的是侠影 但是呢 很坦率地说 我拿了之后 觉得这怎么拍电影啊 那你买它干嘛呢 买是因为史航给我推荐的 史航 史航是我的学弟 他那么爱说 他说了一天 我说 意思 这个戈斯大义是什么呢 戈斯大义就说 有个小说叫侠隐 不错 我说那我要买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说了 他说那可以 我就不说了 我就让他少说点话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就发现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很吸引人 说老北京 还是以前的 中国的小说没有提的 跟老社提的北京 都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有意思 我说那 要改电影可是不容易 因为它没有一个故事要说 但是 作为文字你去看 它是很有意思 我就没有办法 马上改 我就 后来就先拍了子弹飞 这子弹飞又想拍这个 又不知道怎么改 然后就拍了《衣服之遥》 拍完了 我说算了吧 那就改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吧 就把它拍了 这感觉是你把这个 您把这个张北海的部分记忆 混杂了一些您的记忆 因为有些东西 像刚刚您讲曹雪晴的《欧龙梦》 像您家住的这个内务街 内务 内务部街 内务部街 那是北京的一条叫街的胡同 其实是一条胡同 张北海家很近嘛 张北海他们家在干面胡同 在我们那个内务部街的 隔一个史家胡同那条胡同 但那条胡同没什么好宅子 不行 应该是拍了《欧龙梦》和《史家胡同》才对 所以你把他的记忆跟您的记忆 还有比如说您刚刚讲在屋顶上的童年的时光 这样全部整个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对啊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观众负责 就是说要不然你拿着别人的腔调 你怎么弄啊 弄不了啊 因为我总得把它变成我的眼睛看这件事 当我看到他书里提到了内务部街 我说好嘞 我就知道这一电影怎么拍了 因为这是我知道怎么聊的事 他前面那个吃后而乐那不是我的想象 我得变成我的想象来聊 对吧 同时跟高晓松也说过 他也喜欢 他说怎么把那些吃的给拍没了 我说留给你拍吧 他肯定是喜欢拍那个没问题 每人看的北京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觉得刚好就这样请教一下 这个民国的三部 其实三个不同的地方 南部 中部 北部 我想拍西部来着 但是民国在西部没有影响啊 没到那边 但是您这三个的连贯性 我觉得跟现代史是有关的 这是从辛亥革命的广州 到这个中间的这个经济起飞的上海 再到抗战前夕的这个北京嘛 北平 这个我觉得在 赶巧了 赶巧了 每一个每一个断带几乎都碰到了 而且是往回走的 您是说包括 包括另外三部是吧 包括另外三部 您不会 在美国玩了不就是抗战 就是到鬼子来了 完了之后不就是 不就是5070的太阳照常升起 再来就回到 这个您的第一部电影 《阳光灿烂的文革》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想法啊 为什么他们在笑 聪明啊 哎呀 他们读出了 您想说 而我没有听懂的那层意思 不是的确有 我有这样一个感受啊 当我小的时候 我听说50年代 都觉得很远 没说50年代 我想象不出来 就跟古代一样 现在我50多岁了 你说汉代 我觉得就跟前几年差不多 就是 古代离我越来越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年纪大了 会有这种感受 您有没有呢 您大的时候讲 您也许真没有 您也许 你一讲50年代 我就不好意思 不是我吗 那咱可以说40年代 但是我的确现在 比如说 说到曹操的事 我不觉得远 真的不觉得 小时候说50年代 觉得非常远 所以这些电影 其实对我来说 都不是过去 这就是 就是眼前的事 都没往远处走嘛 那您认为我刚刚讲的 那个整个这个六部电影 是您 不管是远不远 是对一个中国当今的一些思考 您说的对啊 那我还能怎么样呢 说的对 但我不是故意的 他们现在为了表示聪明 英帝每一个地方都想 不是您这个 为什么中国这个概念 这是我的阅读 我觉得我的提议 是中国这个元素 其实不管近代史 或者中国的命运 或者中国的一些处境 其实在影片中间化身 或者是变成一种 隐喻性的一个状态 不断地重复地出现 所以阅读会变得非常地 如果我拿这个角度去阅读的话 我忽然觉得自己会觉得比较清晰 不然我觉得您插颗打魂 就像您现在跟我讲话一样 绕来绕去 到时候大家昏了 就不知道您在讲什么了 那我先不说了 不行 不是 我们现在讲一下 因为在这个 让子弹飞的时候 这个已经到了新的时代了 亚洲周刊做过一个 封面的一个一起报道 就讲子弹飞 就是说您的这个影片 造成了观众的阅读的狂欢 就大家每一个人 都会不同地解释的方法 然后因为这个是网络时代嘛 所以每个人都能发表 造成一个巨大的狂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时代 跟新的观众 您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观众一直是新的 一直或者说 就是新的 因为 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就是 因为我也是电影观众 我每次做到影院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变成新人了 就是你起码放下很多东西吧 你不愿意把影院外边的东西 带进来 无论你认为你是更简单了一点 还是更轻松了一点 还是更聪明了一点 反正是在影院 有一个不同的气氛让我 包括咱们这次当评委 每天看四部电影 你干别的怎么能干得了呢 不可能 只有电影看四部是可以的 吃四顿饭我都吃不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觉得 看新的电影 跟新的观众撞作法 跟您自己的时代 您觉得撞作方法 有不同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 当然人的年纪有不同 人在不同年纪 有不同的叙述 就像我刚才说 我小时觉得50年代 是很古代的 现在觉得曹操也没那么远 这是跟年龄的感受 但实际上你在 同一个年龄所做的事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很多人在 以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 新的一天 其实对我来说 人类的进化没那么快 没有太新的时候 也没有太旧的时候 起码在这几百年当中 差不多 当然你可以有 用的工具不一样 是吧 用什么 工具 比如说5G了 你可能啪啪一下就能 他们说很快就下载一部电影 但问题是 你还得用同样的时间看 你下载多长时间是一回事 你不能说一秒钟 就看完一个电影 这做不到 是吧 跟你大脑接受 视网膜的接受有关系 那既然这个不能改变 那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没什么改变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这么几代的创作方法 你觉得其实这跟到底 其实大家创作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我看来只有好和坏的区别 不同的坏 不同的好 就这样 然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真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 我们就看不懂 看不懂实际了 那您觉得 两千多年前怎么 我说一千多年前 看不懂吧 对 那当然是因为文字啊 或者是创作工具 不断地在改变嘛 对 工具在改变 但是你在你接受这瞬间 你还得用那么长时间来理解 你快不了 对 那我现在非常想请教的一下 就是所有的这个大陆 现在从这个子弹飞这样的狂欢 到一步之遥 我觉得大家就开始有点点迷糊 大家的反应跟解释的方法开始 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 是我的错 不是错 是我的问题 如果是问题的话 因为你如果再拍一个子弹飞 它还会狂欢 因为那事直线的 好人怎么着 坏人怎么着 很直接就解决了 最后 那大哥办完事走了 中间有一段还回来了 为了别人 是吧 那根本不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 这种东西一定会引起人们的一些 它有点像西部片了 对 就是您说西部片 John Ford的时候 我就偷偷地想 我要拍一个这样的东西 哪里是我跟你说的 是您给我介绍的这个什么 叫什么搜索者 我原来不知道这个电影 对 然后 但是我不满足啊 我觉得电影是这样的 你可以笑 可以哭 这俩都是特别简单的 你街上有人找你要钱 往那一跪 脏衣服 破衣服 你马上心就软 你愿意给 这是人很容易沟通的 然后碰一个会说笑话的 就很容易跟女孩子拉近关系 是吧 这也是就是哭和笑 然后再复杂点 就是把哭和笑弄一块 这稍微难一点 卓别林那种 但是这些都是感官刺激 感官刺激完了 包括不打 但是我总是觉得 我也经过这个啊 成长 先是小时候看 这电影打不打 不打不看 谈恋爱的都不看 先说看不懂 太小了 然后长大之后 有一阵不看打的了 看谈恋爱的了 谈恋爱的也不看了 就是看阴谋诡计的了 说能不能坏人里边有点好心 好人里边有点坏心 这其实仍然是很简单 当然做娱乐没什么坏处 可是仅仅娱乐是 也有点不够的吧 所以加上我就是学戏剧的 我总是想 能不能 你像欧洲人早就有这个进步 像布莱西特这种啊 就是你可以进 相信这个情景了 很多人让相信都不容易 相信了 然后再破坏这个情景 说其实不是这样啊 你稍稍想一想 建立效果 对啊 这个早就有 其实他们的电影里 也有这种东西 小说包括绘画 甚至音乐 可是我们现在顽强地在坚持 某一种叙述形式 最简单的叙述形式 哭不哭 乐不乐 嗨不嗨 嗨其实就是能不能有些 噶词让我记住 我能不能拿着词名的 拽到微信上去 这容易做 但你不屑做 不 我也屑 但是 我做这个比谁做的都好 但是我在想 可是我看过一个言论 说这样的电影 你能拍十部一年 什么 我看一个报道说 这样的电影 你一年能拍十部 我 那你就不愿意这样做 十部拍不了 那确实太多了 你真不能每次 推翻你自己说的话吗 六部 确实我觉得 当然我这么想 可能我发现 想错了 人家说 我来电影院 就是想看子弹飞的 我不想看别的 那这里边 我在考虑这事怎么办 是更多 给他想想 还是更多 给他的成长以后想想 就是这样 所以不断地 也是在跟观众对话 那当然了 电影和戏剧 最早的元素 就是说 创作者 舞台 和剧场和观众 这是最 最最最 基本的 三角关系 电影我想也是这样 说我根本就不想 他们怎么想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人 只是 这个是利用他的简单 还是希望他 在不简单的时候 还能有感受 这是两种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态度吧 对观众的诚意吧 当然有诚意 观众不一定领你情 说今儿我就不想看 那是没办法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子弹飞 就已经带了很强的 西部片的色彩了嘛 之后的一部之遥 其实非常多歌舞剧的方式嘛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当然是歌舞片嘛 前面 前半部有 后半就没有 对 后半部是什么呢 我也 不是 其实我没那么想啊 我不是在否认你 因为 因为那个 您 西部片比较容易嘛 就容易总结了 那个我是想拍一个 不想那么总结的东西 因为 生活不是那么好总结的 如果大家很习惯 在剧场里总结 把这套也搬回去 总结生活 那你就惨了 生活总结不了 也没有一个故事 但我以为 你用歌舞片的形式 是因为 歌舞片所带的那种 这个表述方式 当然是很虚化 跟当时的上海的情境 是比较接近 那是 可能说了一些 舶来啊 西洋 那您说的是对的 那现在用武侠功夫的 李小龙这模式呢 这一步 不是 他这里不是 不是有党吗 所以我就弄点 弄点这样不行吗 就是 没有不行 大家那么开心 其实 其实我不太相信武侠了 我觉得 那时候吹牛嘛 没有这么回事 因为 长期的战败导致了 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些 需要抒发的东西吧 然后 吹吹牛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但我没有看过一本武侠书 我拒绝看我不看 电影也不看 书我没看过 电影我看过 看过李小龙啊 谁 金庸 没看过 金庸 没看过 我不能骗大家 我真的没看过 那么 我觉得 既然这个张培泰老师 就已经写了 叫侠隐了 所以我还是得 有点穿房约记吧 就这样 但我没觉得 这个侠到底能解决多大事 这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电影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 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就是 是复仇的故事 对 但是后来 这中间的这个风格跟形式 前半部跟后半部 其实有挺大的差距 复仇总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难得跟复仇容不容易 两回说 我是说创作的形式 还有你的选择的风格 因为前面的 焦老师您这么说 可能是说到 歌上点子上了 因为我 我坦白地说 我是有点反对 一些事才开始拍电影 我并不是一个影迷 才开始拍电影 我那个时候 可能跟您说过 我说 这怎么都拍成这样的电影 算了 我来拍一个试试 就是这种态度 要不拍一个 阳光灿烂的时候 拍一个什么 叫什么那个 鬼子来了 那么 我呢 有点 我不一定对 现在我才意识到 不太喜欢 以前他们对电影的总结 什么这个风格 那个风格 我觉得 哪有说的那些 没有 我就想怎么拍怎么拍 而且那种东西 不一定是有用的 我原来管那叫活 所有 技法的活的 我都不要排斥 所以我就剪接剪那么快 就不留那些 你比如说 喜剧可歌啊 我觉得特别活 我觉得 哎呀 这就是 就装身弄滚嘛 吓我吓我半天 吓一下 包括教父里边 那个教父 老教父快 受伤了 然后 来另外一个人来看他 而Pachino以为是坏人来了 就在那把他把我推到那边去 然后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 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 他们都说好了 我觉得 哇 这不就是天桥的活吗 就是没有别 就是撑一下 让你觉得其实没有 我原来特别排斥这个 所以我就 有什么说什么 在人物性格上 我愿意多挖 然后对所有的技法上 我都很排斥 所以那个在 叫什么 前三个片子 其实都没有什么这个东西 所以这我觉得 刚刚您这样讲 我很高兴 因为忽然听到 就是你第一个 你的 跟你性格 对我们的阅读 是一样的 就是 一定有一定形式的 反叛性跟颠覆性 你不愿意 造任何 但有的时候 做过了也不行 做过了它会 理解上会有障碍 对 可是我觉得 这是我要提的另外一个 理解上的障碍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刚刚大家因为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像语言 那么大的密度 跟这么复杂的 因为你的节奏非常快 而且还不一定相关 并不是用那种因果相关的 这个讯事在进行 常常 你像刚刚那个尾巴 我刚刚在这儿看说 那我到 我到哪儿去找爸爸 你赶快去找儿子 就是那个语境 其实是有一种荒诞的 不连接性 其实观众好像没有 没有障碍去理解这个事情 你分什么样的观众 他们怎么会有障碍呢 这太对他们善良了 我觉得有一个评论家 一个朋友 他说得很好 我当时也没想到 他看过之后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发行的时候 他看了 他说 有一个人也说 他说你这个节奏太快了 说话多了 后来那个人说其实不用 他说明白的人都没有 他说语言对老江的电影来说 实际上是一种造型 本来就有语言造型在这里 说这个也是观众 看他电影应该 想要的那个东西 没有一句没用的话 而且话会 千锤百炼过吧 所以我们的编剧那么多 其实我们早就写好剧本了 只是在现场 怎么能把话说得更好 更香一点 因为可能我是学戏剧的 我觉得台词本身非常重要 对 因为这个台词是一个 绝对最大的特色之一 很多东西其实 反而不是像很多导演 喜欢在影像里头 或者是在很多东西 去看载这些东西 其实我没有耐心 比如说我看过那个 Lione的电影 他们老说我学这个Lione 就是这个意大利那一代 拍西部片的那个 Oleoni 对 我看她的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剪 就是她那个张力太 我想给她再剪 再剪 50分钟就好一点 因为她弄得太长 跟着帽子 因为她不讲话吗 但是那种东西 我觉得像天桥的靶石 叫靶石啊 过去有时候 给你翻几个跟头 帮不帅帅 鼓掌 三叉口那种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兴奋 我看翻跟头有意思吗 我不喜欢人家在那翻跟头 我也不喜欢在那摸着黑 假装打来打去的 三叉口 看不懂 所以人家也会看不懂我的电影 就一样 但你的创作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这么 完全不顾及任何形式 或者是任何可能的限制 有一点随心所欲 跟这种 就反而变成你一种原创性 就包括你使用音乐的方法 音乐也非常的范围广 从古典的到现代 从爵士到普通的新音乐都有 这不行吗 不行啊 我就是这你的原创性啊 因为我觉得人的感受就是这么来了 我其实不懂为什么 一定要找一个作曲写所有的音乐 有时候写不好的 我们这里边找了好几个作曲 其实是可以的 同时还有现成的音乐 那你那么多演员 七八个演员都可以 为什么不能呢 找多找几个作曲呢 服装这次我也是想 我说不同的人找不同的设计师 因为其实大家每个人 衣服都是不同风格 但是在一个电视里边 服装要统一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有道理吗 谁编出来的这么一个伪命题 棒啊 好 刚刚大会 我觉得很多问题想问 可是刚刚大会跟我打信号好说 这个要开放给观众 请大家来问问题好吗 好像 请想问问题的 可不可以麻烦在两边 有两个麦克风排队 那个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好吗 麦克风在哪呢 麦克风在哪呢 在那啊 不晓得 在那 好 来吧 抓紧时间 你说 你问 我先问吗 你要左边还是右边 多请 这个 两位老师好 然后我们是来自香港进会大学传理系的学生 然后是 然后第二次观看您的电影还是非常喜欢 然后因为我们有留意到就是现在很多讲就是近代的故事的一些电影 喜欢背景音乐用一些非常浓郁的西洋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对于这样一个很浓郁的西方的这样元素的一个背景音乐 您有怎样的理解呢 谢谢 你说的是我的电影吗 是您的电影啊 您最后那个 说我的 OK 对 哎 你是香港的大学生 你是香港人吗 我不是 我是内地人 成都人 成都来的 对 你们学校有 你这样的人有多少 我们学校 那会说一下 就是大部分是从成都来的 在香港读书的 不是 不是 是内地的同学 内地啊 对 我 你这问题问得很好 就是说我是这么想的啊 嗯 你今天多大 我今年 对不起 这逻辑不对 21 大三 21 我就大学都毕业了 我 你怎么上学这么晚啊 因为我为了来香港读书要多读了一年 我本来在传大那边 好 要不咱俩就同一年毕业了 哈哈 那个 我 我只能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忘了 是比你小的时候 还比你大的时候我忘了 我就觉得 我得 我得老老实实地遵照自己的感受 比如说 我小的时候听的音乐 没有民乐 都是西洋音乐 因为那个时候 所谓样板戏也是用西洋乐队伴奏的 然后各种活动 包括广播体操 全是西洋音乐 没有二胡 也没有什么琵琶 没有 文革的时候全是西洋音乐 所以我能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等我长了很大了去拍《红高亮》的时候 他们配乐的时候才出了那种叫熏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 然后唢呐什么的 我倒是见过类似的东西 小时候在姥姥家 死人的时候是吹那个东西的 呜啦哇啦呜啦吹的 平常在城里 在学校里没见过那种东西 所以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得遵照我自己的感受 我知道那个东西 可能更民间一点 更传统 但二胡也不是中国的了 什么带胡的东西也都不是吧 琵琶可能也都不是 都是从外国传来的 但是有早来的有晚来的 跟我一块来的就是你听到的这些音乐 我小时候就听类似的演奏方式 所以那我能怎么做 我没听过当时北京跟那个三弦 不是三弦 单弦 那都是人家的电影里边那么弄的 我就别那么弄 他有感受 我没有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学校的男同学都非常喜欢您 男同学 还有女同学也非常喜欢您 也有女的吧 也有女同学 放心了 姜导演你好 我没有看过《洋子弹飞》 所以我想你告诉我 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要安排男主角不断地飞禅走壁 那个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飞禅走壁必然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特意令到它飞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这个其中一样 这个其中一样 另一样就是你的结果 你是令我看上去好像是李廉杰那套《精武门》的结尾 但是你就用了好像鞋翠功夫片那种处理方法去做的 我想知道为什么 谁帮我翻译一下 我翻译一下 我翻译一下 谢谢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问的是这一部电影还是认识的 这电影里面你安排了一个非常走壁的这种动作 但是是很近的 什么动作 飞沿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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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但是也是很安静的 请问为什么要这种想法 没有什么生效的 你说这个电影有一个飞沿走壁的动作 对 很安静的 那位观众的问题 对 说 说为什么 对 哎呀 你你是学什么的呀 因为飞沿走壁 你是学什么的 他也需要翻译 那他刚才看总电影了吗 他是学什么的 他是学什么的 谁帮我翻译一下 我懂了一方 啊 理科 理科 但是 你 没事 我也是读理科的 我读理科的分考的中央俱乐学院 这个我想问你啊 你还是挺仔细的 我的确在飞沿走壁的时候 我把声音都拉掉了 我专门跟那个混录师说 我说拉掉 他说为什么 他做了好多声音 我说人家都能飞沿走壁了 都踩到没有声音 不要有斜的声音 也不要有瓦的声音 我说那就不好 走过来一阵风没有声 挺好的 我的确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当然没有人能飞沿走壁了 如果一个能的话 他一定是没有声音的 这是我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 给我翻译一下吧 我想大家听得懂吧 好 时间不多 那第一个问题 请快一点 可不可以 就是说Ending 为什么他好像做到理念结果精武门的大结局 但是他就用了一个 鞋锤丰富片的手法去做了出来 你的结尾就是 好像是李连杰的那个精武门里面那样 但是一种邪屈的手法 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这个电影 我不是香港人啊 我没有看过香港的很多电影 另外 我不是参考别人的电影拍我自己电影的 你学理科是这么想问题的吗 我建议快一点 因为我这边的队伍跟这边都好长 可不可以限制第一个一个问题 第二大家请简短一点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两位老师好 江导演我有个问题就是 您刚才讲到的就是真实啊 包括建立效果等等 就是让我想到 你的民国三部曲像《让子弹飞》 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故事 然后到《一步之遥》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故事 但是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把它讲了三遍 这个就造成了很多观众的不理解等等 然后像您这次邪不压正是把那一个故事 就是复仇 到底是谁复仇 您又有两种演绎 但是您最后把那种多异性给就是剪掉了 就通过那个朱浅龙自己承认是自己杀那个师傅的那个 就把那个可能性给剪掉了 我认为我想问就是 这是您对观众的一种妥协吗 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什么对观众的妥协这种话吧 不能 都是说的太多的套话伪命题 对我来说不存在 我也从来没有冒犯过观众 我也从来用不着妥协 我觉得想的太多做不了事 你就想拍一个你喜欢的片子 他喜欢了就赶巧就喜欢了 他不喜欢呢那就没办法 所以没有人去妥协就有好结果 不一定 但是曾经说过什么包着饺子喂猪的事实 就不是 那叫包饺子喂猪 包饺子喂猪是一个错误 因为猪不喜欢吃饺子 你喜欢吃饺子 猪不喜欢吃 所以你不能完全以你自己来对待别人 但是 当然如果你是请客呢 你可以包饺子给客人吃 因为客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不是很简单一件事吗 但我觉得像一不知遥 您做的这么好 这么尊重这个布莱西特的做法 但是到邪不压正 你又加多这么多类型片的这种元素 那又不是 难道又不是您对艺术的一种 比较保守的做法吗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要尊重自己的想法去想问题 对我来说 我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片子的类型 而我实际上也没有看过多少电影 其实不是说看了很多电影才能拍电影的 这个首先有这样一个命题 前面就是错的 所以你以为我看了很多 我其实没有看过什么 而且我不是想 要把什么什么时候拿来拍这样 没有那么想问题的 如果一个人 搞创作人跟你说实话的话 他是这样的 所以一边就跟武术一样 他可能平常不打的时候会了解一些 真打起来还想得起 我用哪个套路 我不会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好导演 就是我看过你所有的电影 导演的电影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电影的主的人物 为什么到最后总是会自己一个人呢 好像他无论做了 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决定 还有一些就是不断去犯错吧 无论是怎样 他们的结果都是会一个人的 就是我看来就有点不完整嘛 但是也很好看 就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最后总会把人物 放在这样的孤独的情况呢 你以为你最后不是一个人吗 而且你始终都是一个人 所以有什么不好呢 珍惜时间左边吧 谢谢 导演您好 就是我觉得您现在是国内最优秀的创作人之一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到你们这个年龄 就比如说第五代 就是没有夸奖 你今天多大了告诉我 我23 都23了 不像不像 没有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一种夸奖 因为我觉得就是到你们这个年龄 就是对这个世界 就应该有更多更美更成熟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就最优秀的创作人 就是好像你们都特别默契 就面对当下的社会 然后你们都选择沉默 比如说就是陈凯歌导演拍的《妖猫传》 然后您拍的《协会亚镇》《一步之遥》 《让子弹飞》 然后就是要不就躲进汤朝 要不就躲进民国 就可能用躲进这个词就不怎么适合 就是我想问一下 请问一下您 就是有没有就是要打算拍就是当今社会 当下的一部 现在社会的这种题材呢 我不觉得拍现在就有什么特别 所有的电影拍完都会成为过去 这个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吸引力 从我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都没觉得 而且我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说 让我穿跟平常一样的衣服吗 我觉得没意思 这是我个人的爱好 另外 我不知道你前面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没觉得 故意在躲 但是 你也不能故意惹事吧 惹事你就拍不成了 我曾经有过一个电影 现在也不能放啊 那还能怎么样 对吧 但是我也不认为 这种事就一定是哪 哪几个导演就能做成的 或者说 你就算拍了一些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 我不认为这个是能衡量 任何事的一个标准 我倒是觉得 假如我是你的话 谁爱拍什么拍什么 你们就拍你们想拍的 就拍你们想拍的 或者拍你不想拍的 反正你已经拍出来了这些 就行了 我看完了我喜欢不喜欢就完了 我知道我自己将来要怎么拍就完了 管他们拍什么呢 我才不管 我喜欢 我喜欢 谢谢 院长好 为什么叫您院长呢 因为我那个闺蜜也是澳门科技大学的 然后特别期待您当电影院长那天 但是她刚一毕业您就当院长了 所以这事也特别不敢瞧 然后就代替她来这喊您一声院长 然后我也是晋慧大学毕业的 然后今天想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就是您的下一部作品 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 或者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见面的 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个契机 能够就是让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拍一些 跟香港有那么一些关系的一个剧本 能打动您 谢谢 这有我的问题 香港 我 不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剧本 另外呢 我可能要拍也只能拍那种 不熟悉的香港的人的样子 因为我本身不熟悉香港 我每次来就几天就走了 我也听不懂他们说话 所以 所以 我不是一个好的拍香港的选择 就是我要是你 我就不看建伍拍香港的电影 那么这是 另外就是我再筹备 再筹备一些剧本 还没有最后决定 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 我想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应该有结果了吧 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老师 各位 不好意思 可能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这边先生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非常喜欢看书吗 想问一下 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小说 是瞎眼啊 谢谢 谢谢 那可以再一个吗 再一个 因为这很简短 导演您好 请问一下您觉得 就是 您和香港的演员 还有和台湾的演员 还有和大陆的演员 合作的时候 您觉得他们所受的这种 表演训练和表演体系 会有一些差别吗 我觉得 你这问题有意思 其实我也试图想过 想回答想过 就是 其实跟地狱没关系 是哪一个人的审美 和哪一个人比较接近 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 最近我们看那些电影啊 在选的那些片子里边 其实他们的地狱都是不同的地儿 但是他们 有时候突然能高到一个 惊人的程度 那种在表演方面啊 真的是惊人的程度 他们 他们 来自不同的地方 真的好像不太容易用地狱来分 当然口音是可以影响人的一种 做派表情 但是好的演员会越过这个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来这里捧场 因为江导演 是我们 谢谢各位 谢谢 中国最值得珍惜的创作者之一 谢谢 最值得唯一 谢谢大家 谢谢江导 谢谢